前锋报今天下午两点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声称前首相纳吉获得特赦 但特赦局的正式文告还没出来 不过前锋报不久后修改新闻标题 补上一个问号显得没有充足把握 一个小时后前锋报撤下这篇报道并道歉 前锋报表示由于无法核实事实 他们已经撤回赦免纳吉的报道并向读者致歉 无论如何联邦直辖区部长扎利哈 早前在回应当今大马询问时 只简短表示等特赦局关于这个课题的正式文告 马来西亚每个州署都有各自的特赦局 由各州苏丹获统治者主导 至于联邦特赦局则是国家元首领导 旗下有五名成员 其中三人身份保密 剩余两人则是总检察长和联邦直辖区部长 联邦法院在2022年8月23号裁定 纳吉在SRC案全部罪名成立 必须坐牢12年 以及罚款2亿1000万令吉 纳吉开始服刑后 分别申请司法检讨和元首特赦 媒体早前报道 联邦特赦局将会在1月第三周开会 届时可能会有结果 而联邦法院已经在去年3月 驳回纳吉的司法检讨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